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博士 高兴又和大家继续分享早期物价思想的现代诠释 今集我们先会继续上一集 未讲完的天字中天字下的文本分析 在天字上我们尝试做一件事就是紧购文本 指出早期物价思想里面提到天字的理由 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这样说 今天下之士君子之小而不知大的问题 什么是之小而不知大呢? 原来早期物价思想认为知道天字的特性 从而能够互相提醒,这些才是大 大什么大呢?就是大智慧,大道理 而天字的特性是什么呢?就是欲义而互不义 那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 在天字上就已经说出了 以上古三代的君主的事迹作为论政 他指出兼相爱,交相利就是义 而从政治的层面来说,就推行义政 推行义政的方案有两个 第一个是不恃强凌约 另一个是有利于天、人、鬼三界 这些就是上一集讲天字上的要点 当然天字上这一篇文本就不只是讲这么小的重点 它是论政了天字的存在 不过这个论政不单止在天字上 在天字中、天字下都出现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 早期物价思想里面 确然相信天字 甚至乎人格神的存在 现在我们尝试从天字中的文本分析 看看早期物价思想如何去到论政天字的存在 在天字上、中、下三篇里面 物价都说明 它说天欲义而户不义 其中所谓的义就是兼相爱交相利 而它说出的一些历史的证据就是 顺天之义奉而光丝之天下 则凝正治万民和国家父才用足 百姓皆得联衣饱食便灵无忧 即是说能够实行兼相爱交相利的话 就可以得到国泰民安奉依足食 不过我们的分析是会这样想的 这个说法至少要回应两个问题 第一个 谁去实行兼相爱交相利先 不过这个问题其实都非常容易解答的 答案就是天字 不过特别的地方是 早期密家思想的天子 就与我们现在去到理解的 是有些不同的 我们现在理解的 就会说是一个固定的宗族 一个全城 而早期密家思想讲的天子 就是说能够实行兼相爱交相利 从而得到天意的认同 才能够使贵为天子 富有天下 热万世子孙 换言之 早期密家思想的天子 实际上是指圣王 这个是涉及于天字 作为早期密家思想的政治思想取向的 这方面我们会留在后面 遲些的节目里面会再讨论 现在只是率先提出来 告诉你 里面有个特别的意涵 第二 第二 为何实行兼相爱交相利 就能够得到天智 甚至乎得到他的奖赏 从而成为天子 为什么呢 蜜子提出的理由是 天智具有爱天下之百姓这个特性 在天智上的记载 蜜子直接讲天意 是什么说法 指出 天意弱 此之 我所爱 兼而爱之 我所利 兼而利之 爱人者 此为薄焉 利人者 此为厚焉 故 此贵为天子 我们可以继续追问 其实 继续追问 就是 天意 他不是这样说 他爱百姓爱万民 令到如果能够实行兼相爱交相利 那我就将他能够成为他做天子 那我们可以继续追问 蜜子又怎样知道天智具有爱天下之百姓这个特性呢 正正在这里 正正在这个重点 就涉及到蜜子讲天智 或者人格神的存在的论证 他为什么会知道 他为什么会知道天智是爱百姓这个特性 在天智中就提出了三个论证去说明 这三个论证的开手 蜜子也这么说 且吾所以知天之爱民之后者 即是说 蜜子说自己 我知道 天智是爱天下百姓的理由 那他怎么继续说呢 他用了一个表达的方式 一个言辩的方式 就是三表法 来说自己的解释是言之由物 接下来 正正就会从蜜子说自己的论证 这三个论证去解释 然后他究竟如何去到说天智存在的论证呢 我们稍后会慢慢解释 首先蜜子以有缘之者这个方式去做论证 即是说所做的论证是以众人 即是大家 过去和现在的共同的观感经验为依归 蜜子怎么说呢 蜜子说 以磨为日月星辰 以超渡之 祭为四时春秋冬夏 以己江之 江雪湘雨露 以掌随五谷司麻 此民如财利之 列为山川溪谷 波富百事 以临斯文之事否 引文就引到这里 即是说蜜子认为天智间有日月星辰的设置 四季风雨的运行 山谷村林的形成 全部都好像是冥冥中自有主在一样 这个自有主在 就用我们共同观感的感受 好像整个大自然的形成 是有人去设计 有人去帮助百姓生活 然后再用一个比喻 作出一个类比 认为人世间的父母都爱惜子女 会尽力思考 可以长远地爱护子女的方式 物子认为天智就好像这样 而我们 人就应该懂得 懂得回报天智 实践他所喜欢的意 这个正正是物子第一个论证天智的存在 而当中除了论证天智的存在之外 他并且会说 天智是爱百姓爱人类的 这个是他的第一个论证 其次物子有二 有用之者的论证 什么是有用之者 即是从百姓日常的日用 经验的效果 作为一个准质 物子怎么说 他说 若杀不孤者 天于不祥 不孤者谁也 若人也 于知不祥者谁也 若天也 若天不爱闻之口 若胡胡说人 若杀不孤 而于 之不祥灾 即是说 物子认为 人世间有所谓报应的问题 当然 所谓报应应 应该是佛教 传入中国的时候 才形成一个观念 不过物子的观念 这种类似于 报应的观念 是从疑与不疑 这个想法分明 这个说法 去做作衡量 他说 当有人杀害无辜的时候 这些行为 会被天智 去降下不祥 这种说法 物子认为 在日常 在百姓的日常生活里面 的使用上面 是有一个效盐效果 是有一个效果 这种事来说 对于这种事来说 物子认为 既然会发生这种 类似报应的效果的时候 天智固然会存在 甚至乎 这个天智的存在 不单止 就这样说它存在 它更加是负责监督人世间 并且进行一个赏佛的 这一个 正正是物子的第二个 论证天智的存在的证据 第三个物子 再去到 用论证天智的存在 并且它是能够 是爱百姓的 就是用了 有本知者 这个方式去论证 什么是有本知者 即是所做的论证 是以上古圣王的事迹 为依据的 即是说说的有根有据 物子说 爱人利人 顺天之意 得天之上者有知 真人财人 反天之意 得天之佛者 亦有以 这句话 其实我也引用过很多次 指出 物子常常引用到 上古三代圣王 例如 姚帝 信帝 周文王 周武王 是正面的例证 以幽王 就王 例王 他是做反面的例证 而在天之中 不单如此 他更加引用到 诗经和上书 一些说法做论证 他提到 诗经的 王语 王语篇 是这样说的 帝为民王 于怀明德 不大声息 不掌下以格 不识不知 信帝之质 这所谓的帝 并不是说 遥帝 信帝 他是指天智 这一段话 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 天智 告诉周文王 听 他喜欢有明德的人 透过 有本知者的论证 物子 不单止论证 是在天智的存在 更加指出 两个重点 第一 天智 是他有人格神的特质存在 他会有外户 他会负责监督 懲罚 这是重点 第二 天智 是有爱民之后的特性 这也是整篇天智上中下 讲的一个论证的重点 现在我们尝试 尝试总结和反省 究竟天智 天智里面 去到论证 天智的存在 他一些论具 理论效力有多少 甚至乎 我们要分析 究竟他的表达 或者他的论证 有没有效的 当然 我们会见到 早期密加思想 非常之好 他用三表法 来论证 我们会觉得 很多是言之成理 不过 这些言之成理 我们会再看回 背后的理论效力 譬如 在天智中里面 他很清楚会用了 有缘之者 这个方式的论证 就是从我们日常生活 一些共同的感官的经验 做衣柜人 好像他说到 大自然里面 大自然里面 设置了 设置了 春夏秋冬 设置了 日月星辰 山川水秀 所有这些东西都设置了 其实就好像背后有个 设计者在 帮我们人 帮我们人 去做一个 做一个很好的安排 这种说法 其实很接近于 西方基督宗教 自然实学里面的论证 是很接近的 即是从自然 或者是 人民社会中的 言放的规律 以思考其中的来源 所以 所以 梁启超先生 在他的 物子学案之中 曾经 就用小基督 来形容物子 不过 这里我想 指出的是 这种论证的方式 其实理论的效力 不是很充分的 物子 论证天智的存在 其实我们可以当它 可以叫它 它这种方式 我们叫做 超越的论证的方式 什么是超越的论证呢 我尝试 做一个 例证去说 就是 很简单 现况有一件事发生了 然后我们 推敲它背后的原因 或者来源 这种我们叫做 超越的论证 不是一种演绎的论证 是两种的 和逻辑论证 有分别的 亦都同于 科学方法有接近 不过 科学方法 会再加一些 考据 考证下去 这样才是 但是超越的论证就是 考据 考证不了 只不过 我们作出一个 最有可能的解释 譬如 我举个例子 当我现在 处于一间房里面 桌上有杯水 突然间杯水 碰 掉到地上 我们会尝试找到这个可能 可能有些人说 有鬼 可能有些人说 大风吹 也可能有些人说 有只猫走过 跳一跳 动作非常之快 跳一跳 撞掉了 你看不到 在这些可能性里面 我们找出一个 我们认为最合理的说法 这种我们可以叫它超越的论证 这种超越论证 在日常里面 我们经常都做的 未必是合理 未必是解释得最好 不过肯定是一种解释 而对应这种超越论证的解释就是 早期物价思想的天字里面 作出一个 类似自然神学的论证去说 大自然上面 很多的四时运行 有很多的 现在的山川水兽 全部的东西 和我们设置了给我们人类 令到我们能够有谷物的种种 有得吃 有得住 当然有个设计者在后面 其实就是一样 因为如果 如果我们可以去到 去到再解释的时候 不一定用这个方法 物仇它自己解释就是 当然有一位天字的人格神 他爱人 利人的设计者去做 不过现在我们的现代方法 可以解释就是 从演化论来完成 不一定要用 天字就是人格神 去到爱文 从而是利文 不一定的 甚至乎另一方面 物仇它的论证里面 也有一个 就是有用之者 从一个就是杀无辜 杀无辜 杀无辜者 于不祥 去解释 就是说 伤害到无辜的人 天就会给你一些不祥 但是我们也可以 从另一个方式 去到反驳 我们可以从什么方式反驳 很简单 现实之中 有人真是杀害无辜者 也没有受到不祥 没有受到报应 如果这样之下 我们就可以反驳到 早期物价思想的一些论证 所以我说 换言之 早期物价思想 虽然用到三表法 来论证 天字 或者人格神的存在 不过 其中的理论效力 是值得质疑的 所以 难怪乎 在当代的分儒家里面 几位的学者都指出 早期物价思想的 天字 在理论上 是有问题的 甚至乎 我们在现代的一些 物价思想的 打学课程里面 更加是不讲天字 一些的书 不写天字 或者甚至乎 对于天字 究竟是不是一个宗教思想 有一个很大的争议 究竟是不是为了 理论上而設立的呢 这个是 是可以再进一步去讨论的 不过 不过我亦都要反问 既然有些课程都不讲天字 为什么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会继续讲呢 为什么我要讲呢 其实 我自己有一个的看法 就是 我并不认为 早期物价思想 是强调 天字 的人格神 去做了 他理论上的监督 他会继续讲情 甚至主宰一切 作为他的思想理论的基石 他是有分别的 我认为 天字作为 早期物价思想的 理论上的一部分 是一个预设 这个预设 是为了什么呢 最重要 是保证 早期物价思想里面的 义 这个观念 能够落实 从这个义的观念 落实 就能够 达成他整套 整套 的 兼奈思想 或者用唐君丽先生的说法 就是二度的思想 除了透过天字上中下三篇 透过他的文本分析 我们都会看到 他所论证的天字的存在 甚至他一个人格神的存在 在论证上 理论效率上 是有值得质疑的部分 不过 我们要留意 留意 在天字里面 尤其是天字上 他的重点在哪里 他告诉你 他告诉你 现在天下的君子 子君子 他们是 知小而不知大 什么是大智慧 这个大智慧 就是能够知道天 天字一个特性 这个特性就是 欲疑而乎不疑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这才是他的重中之重 所以 在天字上 天字中 天字下三篇 的结尾部分 其实都强调一件事 强调一个说法就是 物子 欲立天知 以为而法 若伦人之有规 像人之有矩也 即是说 早期密加思想之中 对于天字的强调 他的目的其实是以天字 是属于欲疑而乎不疑 要实践他整个政治 经济 社会思想的方向 在天字下更加多 更加多 他强调移政的方案 即是从政治上 政治上 并不去 并不去 此强凌弱 反对 侵略的战争 或者这么说 当然 我想当我们去到分析 整篇 或者三篇 的天字 的时候 我们起码有一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 物子 固然 有论证天字的存在 不过 它的重点 重重之重的重点 是想论证天字 是属于 是属于 欲疑而乎不疑 这个特性 而我们 去到思考的时候 物子 作为思考的时候 它整个的思想理论 正正重点 是隔于 一个欲疑而乎不疑的 效果里面说 或者这样 关于天字的部分 我们暂时讲到这里 接下来 我们会讲明鬼 明鬼下 主要是从很多方面来论证 鬼下 主要是从很多方面来论证 鬼下 之能 想然 而佛报 这是它的重点 在明鬼下的第一段 物子就立刻指出 天下失矣 诸侯力正 是以天下乱 天下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 而惑鬼神之有 与无之别 不明鬼神之能 想然 而佛报 所以 接下来 物子你也发觉 物子很有趣 整边的论文 一开始说了一个说法 然后告诉他 你们不知道原因 我告诉他 然后原因 他接下来用一些论证 一直论证下去 所以接下来 明鬼下 接下来的段落 都是假设 假设有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 执无鬼者 金执无鬼者 即是现在 他会用 没有鬼神的说法 这个人 一些说法 而作出反驳 大致上来说 物子论证 鬼神的存在 可以分为六个部分 这六个部分 其实就是 明鬼下 除了第一段之外 下面都是六段 六段 每一段 差不多都讲一个论证 我们接下来 就是 会逐个逐个论证 我们会简略地说 说完之后 我们会尝试再分析一下 早期麦加斯想说 明鬼 即是鬼神的论证 他有什么问题 甚至乎 有什么值得思考的地方 首先 物子说出第一个论证 他就说 金执无鬼者 认为什么呢 认为鬼神之说 是妖言惑众 造成天下之乱的原因 这个都很接近于 有些政治 或者政治的一些取向的想法 但是 物子很有趣 他的说法就是 假如真的没有鬼神的话 为什么会有鬼神这个说法 甚至乎 从古至今都有不少 不少人 说见过 见闻过 有鬼神 怎么可以 正是用妖言惑众来解释呢 换言之 早期麦加斯想 或者物子 对于鬼神存在的处理态度 其实正正是在于 不去用疑神疑鬼的方式 或者一刀切 一刀切就说 没有就算了 的处理 而他的方式就是 正正是要分析 如果没有的话 即是他说 如果没有鬼神的话 为什么有那么多鬼神的传说 不是说只是说鬼神 就已经是妖言惑众的 反而怎么办 我们要用分析的头脑 物子是最常的了 就用分析头脑 去论证 究竟有还是没有 这个是他处理 金执无鬼者的第一个说法 其次 就是第二个说法 金执无鬼者又认为 至古以来 都有很多人说 见过鬼神的 都不知道是不是真有其事 这些都是一个正常的 合理的怀疑 不过 物子 他自己又举出一些论证 他说 周孙王 秦牧公 或者是 宋文公 这些 他都有记载他的事迹 就说 在日光日白的时候 见到鬼 那就是 证明了 有鬼神的真实存在 这一个 其实又是 物子他一个三表法的 有本知者的论证 物子很喜欢用这个方式 这个论证就告诉你 历史叫做有了 不过 接着 第三 第三个 就是金执无鬼者 又再说 认为这样 他认为 物子所举出的一些 诸侯王 都只不过是普通人 普通人所听闻的东西 怎可能要尽讯呢 可能是解释的 但是物子又再转头 用另一个方式 去到论证 他认为有鬼神的存在 物子就认为 指出 三代聖王 都有祭鬼神的 祭祀的行为 回言之 至于鬼神的存在 亦都是 聖王 或者君子之道 所认许的 即是说 他们都去祭鬼神 但是会有 他才会祭 如果不是 他怎会做这些事呢 再另一方面 甚至乎 这些聖王 或者上古聖王 他们不是普通人 他们是君子 他都这样做 所以这个 也是可信的 在他来说 接着第四 金则无鬼者 又认为 物子说了很多 或是上古子人 证明了有鬼神的存在 他再仔细些 问 究竟在哪些书冊里面 正式记载了 有鬼神的真实存在 物子很有趣 物子引出了 周书 霞书 霞书 里面有不同记载 也证明有鬼神的存在 是具有文献的根据 这是比较特别的 即是 物子一直都用 一直都用 有本知者来论证 不过 他既用了 一些诸侯王的事迹 又用了古书 并且甚至乎在里面 用了上古聖王 一些事例 去做一个反思 这是物子的思考 一个变化 他有很多不同的论证 在他们思考里面 接着 除此之外 还有 第五 金执无鬼者 并不是单凡说 只是有和没有 并且从有和没有之间 再说一些害处出来 金执无鬼者 认为 祭鬼神 可能会妨碍到孝 孝行这个行为 即是认为 以鬼神为大 而忽略了 专事于相亲这些事 物子很特别 他指出 鬼神有不同的类型 有天鬼 有山水鬼 有丹水鬼神 有死而为鬼 即是说 祭祀鬼神 并不是纯粹对待其他人物 都会对待自己的亲属 实践到孝亲这个行为 这是一个转向 有不同的论症 最后 当物子 各样都解答的时候 最后 即第六 金执无鬼者 又认为 祭祀鬼神 是浪费的 怎么浪费的 浪费的飲食器材 所有这些浪费的 他说 鬼神是无有之物 没有的 用不用用 祭祀他便便祭祀他 不需要用到 走饭伸促 这样去祭祀 第二 这个想法比较有趣 好像与论证鬼神有些不够 但是物子指出的事情 透露了一些对于论证有鬼神的想法 物子指出祭祀鬼神 并不是将走饭伸促 这些这样的 是倒入污渠里面 祭祀鬼神至少有两个效果 第一个是能够做到 对鬼神做一个祈求降伏的行动 第二 能够与伦理亲近 作为一个 聚众欢乐的一个行为 甚至乎我们用现代的想法 就是做一个祭祀 这个祭祀 这个祭祀有他自己的果效 好了 当我们 刚刚刚听的时候 你会听到相关于物子 它用了六个方式 去论证鬼神的存在 而在里面 我们大致上 可以区分到 区分到两大方向去说 这两大方向去说 是可以见证到一件事 就是早期物价思想 在明鬼下 它是确然地 告诉你 是有鬼神存在 它相信 并且也做出一个论证 不过 这些论证的理论效力 其实也是值得的 首先我们可以这样说 早期物价思想的明鬼 对于鬼神存在的论证 其实不能够着出一个很高的理论效力 即是早期物价思想 论证鬼神的存在 大致上有两个方向 两个方向 第一个是从古书的记载 作为论具 即是诸侯王 很多的诸侯王 在日军日白见鬼 或者 在很多本的古籍里面 记录了 这是第一个方向 不过我们可以去想 这些论具 其实都可以是有问题的 问题是 这些古籍 或者是诸侯的事迹 会不会有夸大 或者不真实的情况 有些是 用我们现在现今的一些考证来看 不少古籍 其实是具有一个宣传的成份 好像佛教佛典里面记载 佛徒一出世 就已经走七步 然后 然后 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就说上天下地 唯我独尊 如果 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究竟是否真的 甚至乎我们很难去到 考证是否真的 但是我们和常识讲 似乎有宣传的成份 宣传就是佛陀的二能 对不对 在里面 我们会不会讲一些古籍 或者一些 诸侯王的事迹 有这个夸大成份 对不对 我们可能对于 这些事迹作为一个例证的时候 我们有少少觉得 不能够 作为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论证 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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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最有可能解释来说 即是 早期物价之上 他对于鬼神存在的论证 是一个 有一个最有可能的解释来说 即是说 他有一个论证 就是第一个论证 就是说 如果没有鬼神 为什么人们会说有鬼神 他用了什么说法 这个我们在宴语都会说 空月来风 未必无因 这个方式去想 但是这个方式 是不是 就已经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或者是完全 确当 没得质疑 我相信就并不是 他这样说 这个论证 只是会说一件事 就是 肯定有鬼神的存在 比否定有鬼神的存在 更为合理 从而就论证 有鬼神存在 不过 我们这样说 即使 早期物家思想 他对于鬼神论证 用了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 就是古书的记载 第二个方向 就是一个最有可能的解释方向 不过我们也会说 他的论证 其实是值得质疑的 他的论证是值得质疑的 这是我们的分析 好了 其次 其次 透过 明鬼霞 其中六个论证方式 我们还有一些 一些想法 值得去思考 就是 稍为认识 早期物家思想 都知道 物子 主张的是 兼爱 和节用 关于兼爱 万子甚至会这样说 物是兼爱 是无父也 是禽兽也 关于节用 史记都有记载 物责 宋之大夫 善守愚 惟 节用 不过从明鬼霞 最后两段的论证之中 似乎 是对于刚才我说 两个说法 是有反证的 首先 关于孝亲的想法 物子竟然说到 祭祀鬼神可能是 关乎孝亲的行为 这方面可以论证到一件事 因为我们以为 早期物家思想 只是会做 无差别的爱 而忽略孝亲 不过 刚才我们说的 最后的论证 正正是反对这个说法 当然 我们会说的 早期物家思想 说的孝 是本于利 即是有利于 相亲才是孝 这种的说法 与儒家 说的从心 而去到做出孝的行为 是有分别的 但是 我们都不能够去否定 否定一件事 早期物家思想 是不说孝 它是说孝 它不仅是无差别的爱 它是说孝 甚至是有利于相亲才是孝 另一方面 关于节用 节用 就是很特别的 我们物子在最后的论证 它说 以走饭伸促 来作为祭祀 是有果效的 至少 至少有果效 是 聚众欢乐 等于我们现代的祭典 能够令到人们团结 去开心 还一餐 换言之 一般我们以为 早期物家思想的 节用 是一种自己 去到 克服自己的行为 不过 从这一段的说法 我们会看到 早期物家思想说节用 其实 跟我们 有些想法 是很似的 现代的理财 会说 应洗则洗 应限则限 这种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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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 其实这种方式 也能体现到的 就是 早期物家思想 其实好说的 就是理性分析 理性知效 他对于处性 其实是很客观 理性 最后我也发现 今次只说天智和明鬼的文本分析 已经差不多用了整个节目的半个小时 剩下的 还有天智和明鬼 作为早期物家思想的理论效果 我们要整理一下 我们究竟还有这个分析 并且 天智和明鬼的思考 有没有什么现代意义 让我们去到反思 去到反性 有什么借用 当然我们会不会 用他的方式去到 知道鬼神存在 人格神存在 这样 或 我们都会 在今集的重点都说过 他的 对于天智 人格神的存在 的证据 他对明鬼 对于鬼神存在的证据 的论证 其实都似乎 理论效力上是比较弱的 在这种情况下 究竟给到我们 有什么反思 这些我们留下集再说 好了 今集到此为止 拜拜